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go频道 让Mango继续伸入虎语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这个就是之前在法庭 动手动脚的八婆 她支持黄之锋 快必的 是的 你拍你 拍你 有什么事 不怕的报警有什么 有什么事我怕你 现在我不是怕你 有什么事我怕你打我 现在是你动手 你拍吧 你是不是想动手 我不会认你 小姐 你是不是想动手 你是不是想打人 上次你已经打了人 你已经动手动脚了 你小心啊小姐 你已经被人认了样子了 你已经动手了 你打过人了 你犯法的 你是香港犯法的 八婆 不要走啊 找警察来啊 hello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 又看到了 太子地址站 整天831他们都在玩东西 刚才你见到man哥 碰到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打手来的 他不下一次呢 起码五六次呢 都是man哥的活动 或者他们的黄尸活动呢 出来呢 骂人啦 动手啦 动脚啦 动过我助手啦 还有陈建林单案件呢 他和kun哥那些呢 一起追着死者家属 去骂的 所以现在kun哥 和另一个女人呢 就被他们告了非法集结 或者这个藐视法庭罪 那我都会做证人呢 舉報這個女人做違法的行為 因為這些人不是出名的人 但是他在後面每次在搞這些小動作 在這裡破壞社會秩序和破壞社會安寧 所以這些我們是最看不過眼的 你看到剛才Man哥一說拘捕他 一說報警他走都走不及 因為他自己身有屎 身有屎就是他自己已經拍了 有片有證據有人證 知道他做過很多宗 破壞社會安寧違法的事件 我們對這些人真是誓不放過 好像現在他們這麼多的主腦 都被警察拘捕了上了法庭還押當中 但是這些蝦兵蟹象 魚毛蝦毛 只要他有違法 都必須要接受這個法律的制裁 不要讓這些暴徒 打手 動手動腳的人 逍遙法外 對了 Man哥來到這裡 都很多他們的黃陣營 都對我眼超超 但是一般來說他們集結不了的人 他們都只是這樣看而已 都不敢怎樣去對我 除非他好像昨天去 黃之鋒判刑那天 他們一百幾十人在現場 他們就惡多一點點了 你們不要想著 人多就是起控 人少你們都是垃圾 就只剩一把 好了 所以Man哥今天來到太子地市站 是完全不需要怕這些暴徒的 如果不是他831 這樣集結了一班暴徒 是不會有任何暴力 或者違法事件發生的 所以現在香港很好 有了《國安法》之後 那些暴徒走也走 抓也抓 現在各社會 逐漸回復太平了 你講什麼 你講清楚先 你去大陸下來 還在這裡解決香港 我大陸來幹什麼 你拍人不認得你 不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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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人不認得你 走 黑字 黑字 在那邊的白卡 黑字 送給你們 帶著雞來 帶著好大隻 你還要這個死雞 一斤 你們很敢 嗎 你們現在趕手 呢 咦? 鄭仙啊? 巴仙 北安 巴仙 你看著你一個幫戶頭 黑小混亂 剛才有了這幫香港的路頭 你看這幫幫忙 現在打我來找一幫幫忙 你 squeezed one? 我重點 kommt,czy上訂點,就是說 board, 公民黨傳媒,寄護傳媒是不是, 記者是前面都,是前面都在下, 記者是前面都好像… 記者是前面都說明示的,是後面都還沒問題, 他們就這樣下去就這樣做了, 就在那裡搞事, 大陸來搞亂香港, 看一看這個女人, 聽完這女人, 大陸來搞亂香港, 一二三四, 我認識你 二級香港人 但是一路都搞完了 這樣就搞完了 這樣就搞完了 這樣就很理性 很理性 很理性 Hello 大家好 又是雷霆戰虎明哥 明哥現在來到哪裏呢 就是荔枝國基亞中心 今天有黎智英肥魯黎 大家看到照片 他就困在裏面 他終於到他困在裏面 裏面有誰呢 裏面就有快必 和美國隊長二代都在 快必每次出去都很喜歡喝啤酒 明哥來到這裏 因為快必都困了三個月 所以現在我來到 就是喝著啤酒 慶祝一下他們 來到這裏去受 先弄一口啤酒 唉 所以 開心的事 摺二連三 之前明哥在這裏都開過兩次香檳 都遇到我一些 懲教署的同事 他們都 看到快必 他們在裏面 都覺得非常高興 因為這些搞亂香港的分子 終於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雖然這裏還未正式坐牢 快必都說 他對他的態度都不差 都有一天三餐 有得放下風 有很多書看 他還申請收音機 有收音機可以先聽著外面的節目 所以他跟家裡的生活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問題就是 他現在是失去了 他最重要的自由 因為快必那些人 跟美道對準二代 和午餐仔那些都很相似 就是 有過度會躍症 這些人 你只要困住他 不讓他到處走 不讓他到處說話 他的人生簡直是比死更難受 所以很多人未必接受到 有些人很安靜 那些人坐牢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他這些人一坐牢 對他的刑罰 就等於送他上斷頭台 沒什麼分別 快必雖然他現在的生活 說說覺得不錯 但是已經有少少精神病 情緒低落 抑鬱 你一看到他 昨天上法庭的樣子 整個生意失敗 生意失敗 我剛才 下午那片都說了 他現在要有 國安法的法官審他 也都排到期是 明年的五月才去受審 快必呢 依然是沒有得擔保的 法官都不讓他擔保 因為什麼 很明顯 他這些過度會躍症的人 一出來 都是不停去搞抗爭 搞破壞 破壞香港 現在他在裏面 和肥佬黎 那些他的支持者 美國隊長二代 就好好在裏面 安心 在這裏坐了 一廚媒創辦人黎智英 雙手被鎖上手扣 被押到黎智郭收押所 他和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 以及行政總監黃偉強 各被控欺詐罪 正期四於西九龍裁判法院認訊 案件押後至4月16日再訊 黎智英被他保釋 周達權則以20萬保釋 另以20萬座人質擔保 黃偉強以10萬保釋 以人均不准來說 每周隧道警署報道 一廚媒行政總裁張劍雄 形容案件很細 認為黎智英不應被他保釋 表明會上訴 案情指 三人於2016年6月27日 到今年5月22日期間 涉嫌隱瞞科技員公司 容許力高顧問公司 使用部分蘋果印刷公司用地 違反1999年5月簽訂的租契要求 導致蘋果印刷公司 或者力高顧問得益 或者導致科技員公司蒙受不利 Hello 又是Man哥 Man哥剛剛又跑出來做口運動 今天有一宗案件 大家都比較關注 就是之前剛剛拘捕了的 浸大學三會的會長方仲賢 大家對他的官升筆 再被拘捕 其實焦點不是再放在官升筆裏面 他什麼時候下星期再上課 而放在他和他媽媽的身家上 他媽媽拘捕他在九套山 那些人在九套山就好 對他很有興趣 原來他媽媽去年就在九套山那裡 以全資不用按揭 六千多萬就賣了九套山的住宅 接著這個方仲賢 在去年又以一千七百多萬 賣了一個豪宅淺水灣區 現在已經升值到二千萬了 他們兩個人名下 都有持有一個全新的保時捷 即是波子 幾有錢 在他媽媽的職業來講 是教餘家 教餘家他也開了一間公司 而這個公司的秘書 秘書也是方仲賢 即是他的兒子 原來可以教餘家這麼有錢的嗎 警方都說 他們的收入也是他們調查的對象之一 都是他們調查的目標之一 即是 好吧 現在你就看看你們 教餘家 怎麼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我相信一般的市民都很好奇 香港給你這些反中亂港賣國賊 那 逐步逐步 接受這個法律的制裁 還有你這些不明耐力的資金 或者是哪裏洗黑錢 或者是哪裏過到你的資金 就由交給警方 一一去 真的調查出來 希望你下個星期 上法庭的時候 又沒得保釋 又可以還額 請大家繼續支持 贊助 Mango 頻道 讓Mango 繼續伸入虎月 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謝